麻煩拿双证件跟印章 这个也要双证件 拿印章领包裹 稀松平常的事 一位网友遇到邻居阿姨 这样领包裹 却觉得有鬼 网友说这人不是经常送信的邮差 惊觉内情并不单纯 网友呛响马上要报警 果不其然 那人东西丢了就走了 结果打开包裹里面 都是暴力龙 他以这段经历提醒老人家 要特别注意 不要误入陷阱 他读卡基本上就有问题 健保卡 身份证 条码 插刷进去 就可以读取同时存取你的资讯 资案专家指出 这类似盗刷信用卡 机器拦截复制晶片讯息 各自被盗用不是不可能 查证165反诈骗专线 以及邮政系统 都没有接获类似通报 但还是提醒民众 遇到来路不明的陌生人 要你的双证件 都要小心 多留份心眼 这里请你彩珊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